第一個擁有的香奈兒包是哪一個 其實就是這個 真的 這個包 我們剛才所有現場的同事看到都尖叫 很可愛喔 好可愛喔 剛才看你玩那個Switch好像蠻厲害的喔 是高手喔 我平常有在玩Switch 真的喔 然後你都玩什麼遊戲 是最近很紅的那個動森嗎 我沒有買動森 因為就是動森感覺一買了就會 花很多時間在玩 所以我就玩一些比較像破關的啊 瑪利歐奧德賽啊 然後還有啊 我有玩健身環 在家可以健身的 所以你在家裡面就是還蠻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做出去 對啊 因為最近都要待在家裡 穿搭想法 就我以前 就很喜歡看時尚雜誌 然後到紐約以後 我發現就是紐約人的Style 就是有一個隨性 再加上可能他的背景 文化背景跟音樂背景的影響 因為紐約就是 Fashion跟音樂的一個很重要的都市嘛 所以就可能有人喜歡 搖滾啊 他就會把搖滾元素穿進去 有一些格子的搭配啊 有一些 破的牛仔褲啊 或是穿了很久的球鞋 其實他們就是把生活感 融入一些可能他們喜歡的單品當中 所以就有一個自在 也有一些趣味的地方 很棒耶 我覺得你手上這個好有趣喔 香奈兒版的名偵探柯南包 這就是一個 這可以放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主要是一個裝飾的小包包 然後剛才想了一下 應該是可以裝一些小鈴錢啊 或者是吉他手的佩卡 對 果然是音樂人想到都不一樣 這個也好酷喔 這個是一個腰包 它是一個腰包 然後它顏色 顏色蠻特別的 我覺得就是復古的顏色啦 然後還蠻像那種80年代 曼菲斯的那種設計風格 我覺得它超可愛的地方是 看起來這邊 好像只是一個蓋口對不對 但是它是 哇 它可以衝出來 一個手提甲是不是 就感覺好像你買了一個包 得到兩個包 對 很不酷耶 對 裡面的話我就是放一些卡嘛 對 游泳卡等等的 就感覺你可以把它抽出來 然後放到別的包包裡面 對對對 所以就是平常也可以帶 然後 又是一些瓶瓶罐罐 好 首先呢 就是AirPods 然後最近因為要防疫嘛 就乾洗手 對 乾洗手 然後 因為平常要唱歌 或是要工作的時候 就是要保持自己的那個 免疫系統正常 所以我就會戴 又是瓶瓶罐罐 戴一個 風膠 就是喉嚨不太舒服的時候 就噴一下 而且像這樣的 復古的顏色感覺只有 你可以比較可以駕馭耶 你通常都會怎麼穿戴它啊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的想像啦 我很喜歡混搭 然後你穿 比如說T恤啊 有時候我會穿 塑西兩鞋 然後就配一個香奈兒的腰包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混搭的感覺 不是一個total look 會讓這個包包更跳出來 嗯 那你第一個擁有的香奈兒包 是哪一個 其實就是這個 真的 哇這個包 我們剛才所有現場的同事 看到都尖叫 很可愛齁 就Nighting bag 而且這顏色好美喔 桃色的 然後這 因為大家知道Chanel 19 它就是有很多個尺寸 然後這個算小的尺寸 然後旁邊有一個零錢包 所以就是原本它是附在上面嗎 好像是加購的耶 這可以裝 零錢 又是零錢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裝一個 比較薄的那種粉底喔 那我這個包包是比較小的Size 它就是 比較適合去比如說晚宴啊 Carty啊 然後你只要放一些 少容量的東西的時候就可以 嗯 這麼小的包包 我很好奇裡面都放什麼耶 其實裡面就是 要放一些很 隨身攜帶的小物 可以偷看嗎 可以 首先呢就是一個唇膏 對 如果今天沒有化妝 就加一個唇膏 我覺得也都OK 因為平常大家工作壓力大嘛 所以我就會帶一個精油 所以就算你在都市裡面 你就擦上精油在你太陽穴 你就會覺得好像在森林裡面 那像你平常穿著的風格啊 你都會怎麼去穿戴它 其實這個包包就是 我覺得很 很可愛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側背 然後它也可以肩背 因為它這個鏈子很可愛 它有兩個顏色 雙色的 然後 這裡有一個小提袋的部分 所以平常也可以用手提的 對然後肩背的話就會變成這樣子 會在大概大腿的部分 它會滿長的 對很可愛 這個一九包啊 它其實是香奈兒的新舊設計 是他們一起設計的 等於是一個品牌的經典的傳承 那我知道你有去看過香奈兒的最新的秀 那你覺得它的新設計是對你來講 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我覺得 Virgini的設計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把女生的聲線又更 變得很合身了 因為 就大家知道卡爾喜歡比較 有落肩的啊 比較有 有氣勢 對有 比較陽氣的衣服 那 Virgini的東西就有一個陰柔的內涵在 所以我覺得 這個新的轉變會讓 整個香奈兒的Style 變得顏色更多元 然後 很有女孩的氣息 所以我也滿喜歡這樣的風格 雖然兩個設計師的Style都很特別 你朝我的方向走來 我想要一個Nighting bag 女人想要買香奈兒包 就讓她買吧 因為她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保值品 我相信想到香奈兒呢 大家想到香奈兒的經典包款 應該第一個時間都會想到 香奈兒的2.55 或者是她的Boy Chanel 但是 從今年開始呢 各大社群上 大家都很熱烈的討論的一款包 就是這一款 香奈兒的1.9包 它其實是2019才誕生的包 但是在短短的半年之內呢 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好多好多明星像GD Blackpink的Janny 還有很常看到昆琳 也很常背這個包 所以呢 這款包真的就是一上市之後 被全球小鄉迷瘋狂搶購 因為它其實是2019年誕生的 所以叫19包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呢 就是因為香奈兒女士 她是8月19號出生的 所以19也是她的幸運數字 因此呢 跟這個包款的命名呢 也有很大的關係喔 那我覺得這款包 為什麼它會有這麼熱賣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它有 香奈兒的經典的元素 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 它這個鏈條呢 是綜合了香奈兒的鏈子的 三種款式 皮圈鏈 還有霧金跟霧銀的搭配 所以它其實非常具有搭配性 然後很多元 第二個就是它有這個菱格紋 但是它這個菱格紋很特別 它是特別放大的菱格紋 所以它比以前的菱格紋 看起來就是更年輕更具有個性 第三個就是這裡 它的LOGO部分 它的LOGO部分 第一次呢 它就採用了皮川鏈的LOGO 在這邊 就讓它的經典元素是更明顯的 那第四個呢 它是一個軟型的包包 像我手上拿的這個 它是牛仔布的 但是它其實也有像這樣子的 小羊皮的 然後它是完全是一個軟質的包包 所以要放東西 它的容量就是真的非常大 而且它的包型看起來 就是更休閒 然後更適合各種場合的佩戴 最推薦的尺寸呢 我覺得就是看每個人的個人的需要 但是我覺得像這個 中型的這個尺寸 我覺得是很滿好裝的 因為它其實 跟一般的包的大小呢 就是你可以裝上你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皮夾啦 長夾都可以裝進去 然後手機啊 然後你學生攜帶的化妝包啊 各方面我覺得這對一般上班族女生 這個包的大小是最適合的 那如果我覺得是比較有個性的女生 或者是男生的話 這個 這個最大款 我覺得它帶起來非常有個性 而且看起來就是很年輕 那很多網友都在問這個包包尺寸 到底有多大 可以裝下多少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包括一台筆電 基本 像唇膏類的東西 捲頭髮的 護手霜 這很重要的酒精 最近就是可以消毒的 粉底液還有乾洗手 最重要的是還可以裝下一本雜誌 那這款包呢 它其實有五種size 就是大中小 然後包括WALIANG CHAN 還有就是腰包的部分 如果你最近想要買一款 香奈兒的經典包款的話 可以考慮這一款 因為它其實 包含香奈兒說的經典元素 所以非常推薦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期待下集的特別來賓喔 已經選擇了 是非常推薦的 我們就有很多